現在1歲還給小童 15歲 15歲還給小童 沒有卡 不給便下車 你真是 日前網上瘋傳一段 巴士車長涉賤母子的影片 有一個少年15歲還給小童飛 被車長發現 要求他保護車資 否則要下車 結果他媽媽衝到駕駛座隔離 質疑為何學生不可以用小童飛 批評車長態度差 現在沒有錢 不下車 12歲以上還給成人 沒有卡 他不是批評卡可以嗎? 學生不可以用小童飛嗎? 當然不可以 你不用他的態度 你想怎樣? 你好些態度,我有錢給你 小童不懂事可以嗎? 不給便下車 我說不可以送他 你怎知道我沒有錢給了 我欠你錢嗎? 你欠你錢嗎? 那不是錢嗎?沒有錢 小童不懂事,你用不需要這樣的態度嗎? 我欠你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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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引起熱意 有許多網民都力支持巴士車長做得好 說那些帽子炸傻罷 不過也有人認為 車長的態度也有問題 本身可以好聲好氣解決 另外也有網民看到 巴士根本沒有學生半價優惠 所以少年一拍卡 就已經可以斷定他在用兒童巴達通 有優惠 準備好 我現在是叫做 販 販 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